漫威里最有钱的不是钢铁侠 而是这一位 黑豹特查拉 几百年前 一块震惊陨石降落在非洲大陆 改变了这片区域的外貌 五个部落构成了瓦坎达这一国家 部落间连年发生冲突 直到一位萨满勇士的出现 他通过新型草获得了黑豹之力 统一了五个部落 也成为了瓦坎达的国王 唯有一个假巴里部落不愿臣服 隐退进了山林 在震惊的帮助下 瓦坎达科技急速发展 为了不引起世界的注意 瓦坎达人低调地隐藏起来 但还是有一伙不法分子 盯上了瓦坎达的震惊 不久前 瓦坎达国王死于一场爆炸袭击 特查拉身为王子 顺其自然地成为了黑豹的候选人 继任仪式开始 特查拉喝下秘制药水 暂时封印了体内的黑豹之力 所有部落皆可派人发起王位争夺 一旦挑战开始只能选择认输或者战死 特查拉的威望在四大部落都很高 没有人愿意挑战 但隐居山林的甲巴里部落站了出来 他们的首领姆巴库不服 认为特查拉连父亲生命都保不住 根本没资格成为国王 于是特查拉接受了他的挑战 两人分别戴好面具 展开了生死对决 姆巴库挥舞手中的棍棒 攻势迅猛 打得特查拉节节败脱 调整状态后的特查拉迅速反击 拳拳到肉 姆巴库一把勒住他的身体 失去黑豹之力的特查卡不太适应 承受了几发火箭头锤 清醒过来后 他迅速用手机挣脱了控制 愤怒的姆巴库举起长矛 一下刺进了特查拉的身体 特查拉背负着部落的荣誉绝不能输 爆发了惊人的毅力 随后一脚将他踹倒 扑上去钳制住了他 无力还击的姆巴库最终选择了认输 于是特查拉在众人的拥护下 成为了新一任瓦坎达国王 挑战结束后 祭司给特查拉喝下了新型草药水 恢复了体内的黑豹之力 不久部落首领召开了紧急会议 那个叫克劳的震惊贩子又出来作恶 克劳就是副联领 被傲创一刀砍掉手臂的军火伤 他带手下闯进博物馆 抢走了一件震惊鼓物 于是黑豹立刻动身打算去抓捕他 黑豹的战衣有多特殊 早在钢铁侠还在使用机械化战甲时 黑豹战衣已经采用了那米技术 将战衣收纳在一条项链里 整套战衣还是由震惊打造而成 其坚硬程度 恐怕在地球上是找不到对手 你们认为黑豹战衣和钢铁战衣谁更强呢 请将答案打在评论区 黑豹一行人乔装一番 来到了克劳交易震惊的地点 发现买家竟然是一名中情局的探员 就当两人即将完成交易时 卫兵黑妹身份暴露 和克劳的手下打了起来 于是场面瞬间乱成一团 克劳边开枪边慌忙撤退 黑豹一个大跳直飞二楼 将克劳堵在了拐角 谁知他的左手是一条机器手臂 一炮将黑豹轰了下去 然后带着手下坐车逃离 特查拉也叫来妹妹远程操控骑车 自己则换上战衣 跳上车顶紧追不舍 这时前方突然发生车火 黑豹见状一个翻滚 直接诠释了什么叫手杀 随后跳上敌人的汽车寻找克劳 一个手下对着黑妹的车疯狂扫射 他踏上车顶 指出长矛 这时的黑豹趴在车顶 任由对方的子弹打在自己身上 吸收完子弹的动能后 跳上敌人车辆 利用震惊的特指 将蓄满的动能一次性释放 但克劳的手炮也是个狠祸 他朝着黑豹的震惊汽车发射一炮 直接粉碎 黑豹顺势扑到克劳车下 拆掉了轮胎 克劳爬起来 对着黑豹就是一炮 但被战衣完全吸收 一把拽下了他的机器手臂 终于将他抓了回去 探员在审讯室单独问克劳 为什么要盗取震惊 克劳告诉探员 在瓦坎达还有数不尽的震惊 而自己偷走的只是冰山一角 正当探员准备向黑豹问清实情时 克劳的手下赶来 炸开了墙壁 随后对着审讯室一阵吐嘟 将克劳救了出去 黑豹立马追上来 但被面具难以枪震飞 他无意间看到那人项链挂着 竟然是跟自己一模一样的戒指 而就在刚刚探员不幸重担 生命垂危 于是黑豹等人将他带回了瓦坎达 黑豹找到家族祭司 在他的再三逼问下 祭司说出了实情 戒指一共有两个 一个在黑豹父亲手上 另一个在黑豹叔叔那里 但黑豹叔叔当年背叛了瓦坎达 和克劳合作 将震惊出口到世界各地 最后试图反抗被老黑豹亲手干掉 还将他的儿子赶出了瓦坎达 而刚刚就走克劳的面具难 正是黑豹叔叔的儿子艾瑞克 此时克劳准备乘坐飞机离开 艾瑞克突然拔枪干掉了一名铜链 克劳瞬间反应过来 抓住艾瑞克的女友做人质 谁知他毫不犹豫 对着两人直接开枪 最后追上去一枪终结了克劳 随后带着他的尸体回到了瓦坎达 见到了国王黑豹 开口就是要向他争夺王位 接着他拿出戒指表明身份 按照规矩 拥有国王血统的艾瑞克 的确有资格挑战王位 黑豹看着戒指 在三思索后接受了他的挑战 黑豹喝下一只药水 封印了体内的黑豹力量 他将和自己的表弟进行王位争斗 只见他脱掉上衣 露出满身应急 而每一个应急 都代表着一个死在他手里的生命 挑战一开始 两人就打得不可开交 艾瑞克攻势凶猛 黑豹陷入了劣势 但他很快就找准机会放倒了对方 也许是心里带着对表弟的愧疚 对他放了点水 但艾瑞克却是招招致命 不断地在黑豹身上增添刀痕 最后一毛刺穿了他的身体 正如黑豹父亲所说 他的善良最终会害了他 随后他举起黑豹 将他丢下了悬崖 最后艾瑞克成为了瓦坎达的国王 并接受了新型草的洗礼 获得了黑豹之力 然后就让部下烧毁了所有的新型草 黑豹女友路过仪式旁 悄悄留下了一株新型草 随后和皇后等人逃了出去 来到了隐居山林的甲巴里部罗 他们是唯一一个不服从国王的部罗 几人带着新型草 想寻求部落首领姆巴库帮助 结果探员插了一句嘴 姆巴库看到他们带来的新型草 并没有收下 而是将几人带到了一个帐篷 在他们眼前的 正是陷入昏迷的特茶拉 皇后把草药捣碎之后 给他喂了下去 随后和仪式一样将它埋了起来 黑豹昏迷中再次进入梦境 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对父亲流放艾瑞克的行为 表示十分不满 并向父亲发誓 自己一定要把王位夺回来 随后他原地复活 再次获得了黑豹之力 妹妹将黑豹战衣项链戴了出来 亲自为特茶拉戴上 与此同时 艾瑞克打算让瓦坎达重现世人眼中 不停开采震惊 准备运往世界各地 但运输机刚起飞 就被击毁 艾瑞克赶紧过来查看 一个身影缓缓走出 来者正是特茶拉 艾瑞克派出边境部落发起进攻 黑豹一跃而起 释放战衣动能瞬间瓦解了他们的防御 然后捡起一根长矛转身刺散飞机 这时女战士们也奋起反抗 帮助他们真正的国王 艾瑞克迅速换上金钱豹战衣 和几个女战士展开了搏斗 几番战斗下来 几人根本不是金钱豹的对手 纷纷被他一招震飞 这是黑豹妹妹和女友赶贷 她发明的英国武器有效地克制了战衣 但离得太近被艾瑞克一刀打断 被群殴的黑豹看到身临险境的妹妹 释放动能震飞众人 然后朝着艾瑞克扑去 两人一块掉了下去 来到了磁悬浮列车轨道上 两人拥有同样的黑豹之力和战衣 实力不分上下 黑豹看着轨道上的装置 想到了办法 她呼叫妹妹启动磁悬浮列车 车辆缓缓驶过 两人身上的战衣都露出了破绽 另一边 骑着犀牛的大老爷们在欺负女生 女战士们被敌人团团围住 突然一阵熟悉的叫声传来 鲁巴库带着部落战士赶来支援特查拉 两三下就攻破了敌人的防线 最终边境部落集体投降 此时的黑豹正在等机会 等声波装置开启的机会 就在列车经过的瞬间 黑豹抢先抓住利刃 趁着衣服愈合前 刺进了艾瑞克的胸膛 最后黑豹带着艾瑞克 再看了一眼美丽的瓦坎达 实现了他的心愿 随后将自己的灵魂永远留在了家乡 不久后黑豹作为瓦坎达领导人 对外宣布 瓦坎达不再隐藏实力 决定与外界分享知识和资源 造福全人类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黑豹的演员查德维克·伯斯曼 在2020年8月29日 因结肠癌去世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 他就被查出了患有癌症 但他依然坚持参演了之后的 复联三和四 的确是个非常令人尊敬的演员 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 过得一帆风水 我们下次见